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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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态了 再比他刚刚入选国家队 感觉非常开心吧 觉得来到这里非常的不容易吧 然后也感谢教练给予我这次机会吧 希望通过这次自己能有好的表现吧 这就是小闯的话 看起来很制服 听起来很叹康 想起来却很有意思 这样的状态会让你想起谁呢 十三多 有点像吧 小闯把快乐带给别人 一般是两类人群 一个是球迷 这很容易理解 那就是小闯的进球 新年里小闯为国安打进过近二十个球 从整体人看 他的破门属于那种干净利落式 绝不拖泥带水 就球迷而言 这种进球会提起 近几年间 国安比分最大的两场胜利 小闯全都有进球 而且都是雷开二锢 一个6比1 一个6比2 相信看过比赛的人 现在还是一有未进 就连国家队这几年 比分最大的比赛 也让小闯给赶上了 去年6月26号 高家军4比0大胜塔吉克斯坦的比赛中 严相床首开记录 总之 小闯的进球虽不算多 但却进的都很喜倾 不过这份快乐 很久没听回到 自从2009年 打进深圳的这个怒射之后 小闯在中超赛场的进球数 就停留在了19 正如小闯说的那样 他这次回到大连并不是转会 而是以租借的方式 所以他在这里最需要的 就是摆正心态 用实际行动再次证明自己 由于大连队此前遭遇了困难 昨晚的比赛 身批41号的小闯 如同救火队员一样首发登场 而他的表现也是可圈可点 在进攻端 他的速度优势给恒大的后防 制造了不小的威胁 几次高质量的船中也颇及亮点 而更值得一提的是 在国安并不以防守建长的他 在防守中同样表现出了高水平 他的积极回防 让恒弹的左路进攻 总是无攻而返 也一度让曾经的恩师李章珠很头疼 在银向床被换下场之前的时间里